欢迎收听快川之饭派又黑花了 无奈神兽虚空 来咯来咯 第九百七十几 南巡如今已是分神七大能 这小动作自然没有瞒过他 他神色一变 下意识地想出手去挡 可电光火石之间 他想到了血鸣的安排 便迟疑了那么一下 不好 长长老也发现一场大喝一声 他立马朝台上挥出一剑 可惜出剑太迟 那磅礴剑气也只挡住了一半攻势 对方的剑招被血鸣挡住 可那透明细针却齐刷刷地射入了他体内 众人只闻砰的一声 那牛逼轰轰的擎山腾血鸣 竟于瞬间炸裂 全身炸裂 血肉飞溅又落下 溅了一地 有那么一瞬间 整个世界都仿佛被染成了血色 南巡 瞳孔骤然一缩 整个人仿佛湿了魂 脑子里亦是一片空白 他亲眼看到 血鸣在他面前炸开 好好一个人 眨眼间变成了一滩血水 混合着碎肉溅了一地 各种嘈杂声瞬间消失 场地里一片死寂 南巡盯盯着那滩血水 好一会儿才挤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手 阿明 你 你真的太胡闹了 肉身都被你毁了 你的原神回来之后 出哪儿啊 可他笑着笑着 便笑不出来了 周围在死寂了片刻之后 瞬间沸腾起来 那昆云弟子莫悬勺 已被常长老和昆云长老 齐齐扣下 常长老怒喝着什么 脸都扭曲了 南巡正愣片刻之后 飞入台中 落在那一滩血肉前 他盯着那鲜红的颜色 看了许久 缓缓蹲下身 从这一滩血水里 捡起了个东西 情商灵 被血水染红的情商灵 南巡被鲜红的颜色 刺得眼睛发酸 眼泪不受控制地往外涌 他伸手一抹 才不想哭呢 可是抹干之后 很快又湿了 情商灵上的血 沾了他一手 这一抹 脸上便沾上了血字 心躺下来的泪 混杂着血字流下 流下了几道血痕 脸都花了 南巡扯了扯嘴角想笑 可是脸好像僵掉了 连那种难看得想哭的笑 也挤不出来了 于是他不笑了 女子表情麻木地蹲下身 任由那白色裙摆 被血水浸染 双手探入那血肉之中 将那炸碎的肉渣 一点点聚楼 捧了一手的碎肉 没事的 阿明 我们以后 重新找个肉身 等我把你葬了 你的元神 一定记得来找我 我们商量一下 重新找肉身的事情 就算没这个好看 也没关系 我不嫌弃 旁边有人 在嚎啕大哭 南巡动作迟缓地掉头 妖小萌不知何时 站在了他身边 哭成了一个泪人 小萌 你身上可有成物的法器 我要把阿明的尸骨带回去 南巡突然问他 出口的声音有些沙哑 他身上倒是有那变色斗罗碗 可那是阿明标记过的 只有他能将斗罗碗变大 妖小萌找出了一个盘撞法器 掐绝令其变大 然后蹲下身 同南巡一起将那碎掉的肉渣 捧入盘中 捧肉的双手抖住筛子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南巡现在已经不哭了 他只是被那肉身突然炸开的画面 吓到了 他知道阿明还活着 他的元神没事 虽然他刚才根本没有感觉到有元神从他身中抽离 他觉得阿明那么厉害 他感觉不到元神离开是很正常的 他认定血明的元神没事 还反过来安慰妖小萌 人死不能复生 小萌你别难过 妖小萌抬头看他 对上南巡那张没有表情的脸 还有那有些放空的眼 突然哭得愈发撕心裂肺了 谢子姐姐 此时 空间里的小八怒了 对面前的男人吼道 哇 你太过分了 这就是你想要的 让南巡看着你死成一堆肉泥 你到底爱他还是恨他 这样这样折磨他 王八蛋 你他妈就是王八蛋 小八作为一只活了很久的神兽 见多了人类的生死 对此事本该看淡了 可看到南巡这副失了魂 还强装镇定的鬼样子 他有些难过 他见过南巡伤心欲绝的模样 可那些都不一样 这一次 他以为自己就是穿越到这个世界 重生成了落水 这里发生了一切 这里的人和事对他来说都是真实的 不是游戏不是旁观世界 也不能抽身 他感觉到了南巡在难过 憋着的那种难过 血明淡默地扫他一眼 目光重新落回前方 小八抹了一把脸 深深地吸了口气 我们谈谈吧 血明依旧看着画面中的南巡 对他的话无动于衷 小八自顾自导 你是不是愿他从第一个世界开始就欺骗你 但这不怪他 是我反复跟他强调 让他把这些世界都当成虚拟世界 当做一场游戏 是我让他一定不能动情 可是 他若真的对你一点感情都没有 他又怎么会生下你的孩子 你亲手杀了你们的第一个孩子 你还指望他全心全意地爱你 你做梦呢你 血明听到孩子两个字 神情终于有了变化 他回头看着人形小八 脸上有明显的震惊之色 孩子 我和寻寻呢 不是你的 是死鬼的呀 微顿 他有些狐疑地倒 你能老居然不知道 你跟了南巡这么多时间 我以为你知道 血明正了片刻后 表情竟有一瞬地茫然 目光随即变得忧深 小八继续道 一南巡的性子 他若是对你一点感情也没有 绝对不会生下这孩子 你这世间唯一的四爪吃血疼舌死了 他要这孩子便是为你 留住了这最后的一丝血脉 你不知道他的家庭环境 他是个有娘疼没低爱的 他决定要这孩子之前 内心一定很挣扎 其实他心里惊着呢 知道我能穿回过去 心里就琢磨着 以后再穿回淡淡小时候 陪着他长大 当时我觉得他有个念想也好 这样后面的世界就能再投入一些 早早收集其功德纸 我便带他回去 看看他的儿子 你知道吗 他有多爱他的淡淡儿子 几乎每个世界 他都要念叨几句淡淡 顺便念叨几句你 最后小八来了一句总结 妖王 南巡的心里有你 已经愿意为您老生孩子的程度 您老不能小度鸡肠地报复他呀